前副总统陈建仁在今天接任行政院长 新内阁的名单也在昨天公布 其中有9个人是新任 29人是留任 旅行的阁员增加了7位 暂比呢是17% 而陈建仁呢预计在2月1号要拜会立法院朝约党团 全民补发现金6000元有望 比照呢这个原本预定的4月还要早发放 那么这个草案最快在2月17号表决 所以呢这个时间上有可能来提早吗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在新内阁呢上任之后 现在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这份民调呢是雅虎的民调 雅虎期末民调上呢 那他截止的时间是到今天早上的10点钟 在陈建仁的新内阁当中 复选有多3位的这个前提之下呢 有98% 这9.8%的民众呢最不看好的人是谁呢 是行就是自己本身呢 那这个行政院长看到就是陈建仁高达了9.9% 有3.9%的民众最不看好的是呢 是副院长也就是3.9部分郑文燦 另外还有3.8%的民众不看好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林又昌也有占了3.8% 另外的财政部长也高了4.6% 文化部长使则同样也是4.6% 对于呢最不看好哪一位内阁首长的部分呢 原来最不看好的是谁呢 居然是也就是新上任的陈建仁 但是呢这份的民调当中 也让人觉得蛮惊讶的是 有高达49.1% 也就是呢有将近有一半的民众 不知道或者是没意见 那么对于接下来这个新的内阁的名单 满意不满意呢 看到满意的部分18.6% 但是不满意呢 现在还有39.3% 好陈建仁在今天正式上任了 那么今天就举行了新旧格魁的交接典礼 在典礼上呢 陈建仁感谢苏贞昌过去四年留下的各种的典范 而针对呢内阁成员的变动 陈建仁强调延续优秀的政绩团队 蓝眼经验丰富的新级市长 强调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公职 他会全力以赴 我要特别谢谢苏院长 在这四年多的期间 稳定政局 有感施政 推动建设 领导防疫所留下来的典范 刻画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责任组成一个来精实团队 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向苏院长所说的贡献所长 而且又能够分工合作 为了要能够稳健衔接政务 新内阁团队不仅留用部分苏贞昌院长的阁员 期待能够延续会作式团队的优异政绩 我们也扩大了世代的参与 强化世代的合作 因此团队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将 而且也有许多崭新的中生代的面孔 同时我们也新延览了七位女性首长 倍增了女性格员的比例 为了要更贴近民意 我们更延览了五星级的施政的县市长 以及有民意代表及地方政府历练的成员 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一个行政团队 我要感谢所有新团队的伙伴 勇敢承担责任 我也要告诉大家 作为人民的公仆 真正的权利就是服务 权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这个职务将是我人生最后一个 政务人员公职 接下来这个重担 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权力以赴没有悬念 好 陈建仁权力以赴没有悬念 但是他的阁源能不能做得好呢 看到今天最新的这份的民调 内政部长林又昌已经是榜上有名 好 来看到呢 沈富雄就说了 苟延残喘的末代内阁呢 原须为败选负责的何整军 蓄势待发的是同批人马 真的是让人惊艳了 他说呢 内政部长林又昌是唯一的亮点 接下来就看他如何来破黑金 好 郭正亮也提到说 在黑金的问题上面呢 林又昌是不是能够震得住 警政署呢就先打个大问号了 这次呢因为林佳龙没有争到傅格魁 然后又看不上内政部长 所以呢才会让林又昌捡到的 所以大家想说为什么是林又昌来接 内政部长呢 原来呢 那郭正亮披露原来是这样的内幕 好 倒是呢 林又昌呢 他要接内政部长之后呢 他凌晨先在脸书po出了 他蹲在地上跟阿嬷聊天的照片 他说这三年的疫情呢 让贫富差距变大 情绪的累积 所有不满的问题 这才是民进党去年败选的重要原因 否则再漂亮的经济数字 对人民依旧是无感的 好 他po出了千元千字的一个检讨文 我们就来听听林又昌最新的说法 我想其实这个 我们前内阁我们苏院长 还有所有的团队做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防疫还是经济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未来要更重视的是 在这个整个防疫的过程里面 受到这个伤害的这个中小企业 还有许多的一个个人 我想这个总统很关心 然后陈院长也非常的重视 那我想整个新的那个团队 相信会一起努力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我想这一部分 这个我们整个院的一个团队 由我院长来一个领导 我一定会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好 谢谢 那当然我也会在我内政部的一个岗位上 来这个努力的反应问题 而且在我的岗位上来解决大家的困难 那谁听到市场有看那个灌难高手 恭喜两点 谢谢大家 我相信这个反省 未来成为第一大部的内政部长 他更有能力 而且更可以跟民众贴近 把民众没办法感受到的 如何透过他的一个职权 做得更好 做得更多 所以我们有期待 我们期待又昌市长 在今天发文之后 这就是一个检讨 检讨完整军出发 让我们的内阁 可以给人民更有感 好 看到陈建仁 在今天正式接任行政院长了 可是他过去共同挂名学术论文 被国际知名的期刊编辑指控是 涉嫌抄袭的争议 也再度的引发了讨论 立委王宏威呢 就po上了脸书上这一张的照片 他说当时呢 陈建仁自行请辞国科会主委 甚至呢台大医学院的学人会呢 也认证 不能隔魁就有免死的金牌 不用负责 让整个内阁笼罩在抄袭的阴影中 不过呢王定宇却是反酸 说赞野党乌龙爆料 荒谬指控 新任格魁 陈建仁除了有护航高端的问题 事实上他过去在担任 国科会主委的期间 也因为共同挂名作者 投书国际期刊 但是被期刊的编辑 发现有抄袭的问题 而且后来的台大医学院的学轮会 也认定为这是抄袭事件 那么陈建仁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抄袭的问题 他只承认过他是抄路不当 但是他现在贵为行政院长 应该对外界说清楚 讲明白 因为现在的副格魁 郑文燦已经是确定是抄袭 而且被撤销学位跟论文 而现在的国魁 现在的隔魁 陈建仁也陷入过去的抄袭事件 如果没有对外说清楚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新的内阁 看不到新的气象 反而是笼罩在抄袭的阴影之中 这一个论文的报告 根据台大学融合的调查报告 根据Cancer期刊 后来刊登 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陈建仁院长根本跟抄袭无关 纵使第一作者该台大医师 他的引述英文失当 也被认定为非重大瑕疵 是无心之过 所以王宏威或国民党人 把这个讲成罪大恶极 说这个是抄袭 我们相信人性本善 王宏威他们只是不会Google 不懂学术研究 连台大学融会的调查报告 那些中文可能看不懂 所以才做出这样荒谬的指控 好 挂名到底有没有抄袭呢 倒是今天苏贞昌交接给陈建仁时 还对着陈建仁说 接下来你可苦了 好 是不是接下来陈建仁就要接受震撼教育人呢 所以呢要赶快来拼一下提前发六千块钱 好来看到今天的行程也是就开始满党了 今天上任之后下午将会拜会立法院长游席坤 好希望能够来谈一谈啊 是不是赶快出手四月之前就可以发六千块钱 提前普发六千块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林佐水就说了 为什么是换成陈建仁呢 而不是这个苏贞昌持续的做下去呢 好林佐水认为说 蔡英文之所以要换掉隔魁 是因为呢税收多了三千八百亿元 但是呢就是不让苏贞昌来发这三百 三千八百亿元 所以呢他认为 蔡英文呢觉得陈建仁会分的比较好 所以呢林佐水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某人是准备要暗户贪污掉三千八百亿元吗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说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忠就说了 说陈建仁接下来到立法院备选的时候 一定会给他一个震撼教育 看到呢现在是已经磨刀霍霍等着 来等这一个陈建仁了 好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内阁改组呢 大部分的阁员都是留任的 所以呢外界就抛轰说 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前例委郭正亮就说了 他说从大酥酸辣汤换成了现在大人哥的甜汤 而多数的仇恨值高的阁员都没有被换掉 郭正亮分析说 这是蔡英文跟美国的考量 这个内阁改组是让他的本质 就是从大酥的酸辣汤 然后换成那个大人哥的甜汤 甜汤 他凑招 他不叫温暖坚韧 可是本质上就是甜汤 对2024会甜吗 台语就讲过一句话 台语讲比较准 吃得滴滴嘛 不一定会生口死的 问题在这里 他的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这个内阁的本质 事实上到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换院长跟副院长 对不对 那院长就是从酸辣汤变甜汤 那副院长就是做了翘子 是分配大王 对不对 那这两个人 这个用意都是在搞凭各种抱怨 比如说分配 我估计未来国民党也会被分到多一点 这个是郑文燦的长处 是 对不对 你刚刚怎么搞定是县市议员 对不对 所以我估计未来 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县市长这么多 你一定要分配要有一点道理 不然一定被反弹了 所以我是认为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他 坦白讲那个仇恨值最大的都没有被换掉 我觉得到最后真的给人家感觉 就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换的那些人 为什么都没动 我觉得 大概只有两种因素 一个就是小英的考虑 就这个是我的人 那一下要找到这么听话 后来主动跟我报告的人真的不多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美国 美国 最明显的就是吴钊燮 因为美国要小美琴 所以吴钊燮被退货 对 真的是这样 我认为美国就是跟小美琴互动 非常的进入状况 不过这个也会造成赖清德的另外一个变数 因为小美琴会不会离不开 最新的画面来看 行政院长这个陈建仁在今天早上完成交接之后 马上来到了立法院拜会党团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 陈建仁跟游席坤两个人握手 那么同时跟其他的阁员一起 还有立法院的一些同仁一起来拍照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陈建仁在今天下午呢 最新的行程就是先到了立法院来拜会游席坤的最新情况 陈建仁今天宣誓就任 不过呢 内阁改组有29人都是老面孔 现在陈建仁更被棋底 自从1997年在中研院首度戒调 到这次戒调当隔魁 25年研究的资历 前前后后总共有6度戒调 时间超过了12年 也就是说超过有一半的时间 不是在帮忙服选 就是在当大官 陈建仁宣誓就职 说要带来新气象 但新内阁 29部会首长都是老面孔 高达八成官员 不动如山 陈建仁交接大点 面对记者提问却不乏一语 毕谈内阁改组 因为陈建仁被棋底 超过25年的中研院研究资历 已经被戒调6次 首次戒调在1997年 到国科会当处长 之后频频戒调当官 包括卫生署长 国科会主委 2016年担任副总统 去年还跑去当陈时中 竞选主委 今年连隔魁都要戒调 25年的研究资历中 有12年不是在当官 就是在帮忙服选 真的就是惨白讲 你到底是学者还是政客 你讲清楚好吗 学术机会变成是一个垃圾回收桶 哪有他进进出出那么多次 他那么神啊 其实我们一般学者可能还比较难 因为我们有规定一个年限 学术界有一堆是前客啊 你的工作就是特别研究员 就是做研究 告诉辅选这有吗 那为什么要国家给你那么多钱 让你去辅选呢 他离开副总统的位置 到现在去当行政院长 中间隔了32个月 加上他的年终奖金 我帮他算了一下 高达1700多万 很多劳工可能一辈子的梦想 陈建仁不务正业 遭兰茵骂到爆 现在戒调隔魁遭踢报 可能违反规定 现年71岁的陈建仁 根据中研院规定 特聘研究员只能聘至65岁 往后称为研聘 另外有规定延长服务不得再戒调 陈建仁难道是打破惯例 成为唯一例外 那为什么中研院有这样的特权 来来去去等等 他已经到65岁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一个众神的 希腊养众神的一个地方吗 他们到已经就是 把那个法律的漏洞都已经弄得 他都无所谓的 那你把中研究员当成什么呢 那这是官大学问就大门 可以这样子吗 中研究员应该否决 陈建仁去被戒调 不要人家看不起 中华民国有史以来头一遭 行政院长是用戒调来的 蔡英文让爱将陈建仁 名利权永远兼顾 让众人看得瞠目结舌 记者张朝鹏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陈建仁新内阁今天上任 而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根据了联合报网路投票 哪个位置的首长最该换人 他列出了金该辞奖 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就是陈吉仲 他少吃鲑鱼就食般的陈吉仲 现在是荣获的第一名 8000多票都是选他应该要辞职 第二名呢就是停电不请吃鸡排的王美花 第三名呢是酸BNT推销员的薛瑞源 第四名呢是点面线部长唐凤 另外呢第五名呢就是断交六国的吴钊燮 还有第六名是判罚中天八连败的NCC主委陈耀祥 另外还有7000多位的网友说 哎呀真的是太多了根本选不出来 所以就投了是太多了选不出来这个选项 中望董事长赵绍康就喊话蔡政府 内阁改组不是象征性的 把行政院长换掉就可以止血了 世代夫之无耻呢 世卫国耻 不适任的人继续恋战的话 领纳税人的薪水怎么好意思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